这个女人是战斗民族最硬核的保姆 拿着最低的工资 干着最苦逼的活 每天还要被女主人使唤来使唤去 一言不合就破口大骂 而她之所以忍辱负重 是因为这家的男主人 是贩毒界的三大巨头之一 女主一直想成为大姐大 控制整个地下毒品生意 所以必须先从接近开始 忍辱负重多年 机会终于来了 这天三大巨头鬼使神差的去抢劫运钞车 结果被内鬼出卖 大巨头和二巨头被当场抓获 只有三巨头逃到了国外 一夜之间地下毒品界崩塌了 这可把大巨头的妻子抽坏了 不是为了丈夫被抓伤心 而是断了她的资金来源 就没法再逛街购物 更别说保姆的工资了 但女主并没有一走了之 因为她的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 一番怂恿下 大嫂来到监狱附近 冲里面大喊 大巨头听后一脸无奈 自己当初咋取的这货 干啥啥不行要钱第一名 而女主见这招没用 又给大嫂出主意 大巨头小弟那么多 肯定有知道钱藏在哪的 于是大嫂立刻找来其中一个小弟 果然问出了藏黑钱的地方 紧接着两人来到秘密小金库 但里面藏的不是现金 而是大量伪禁品 这时大嫂看到柜子里有枪 好奇拿出来欣赏 却不慎触动机关 气得女主直摇头 还真是个猪队友 但现在大嫂还有利用价值 必须忍 接着女主告诉大嫂 只要把这些货卖到瑞典 就可以大赚一笔 而身为毒销妻子 肯定会被不少警察冰烧 想要卖掉这批货可不容易 于是在女主的策划下 大嫂招摇过世 吸引警察的注意 接着疯狂购物 等她走出商场时 货物早已不见 包里全都是各种衣服 警察无奈只能放了她 而另一面的女主 早就将货运了出来 这个女人来到瑞典 想出售手里的伪金品 却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不知该把货卖给谁 于是她直接找到当地市长 询问哪里有收伪金品的 在市长的告知下 两人找到当地毒销 直接赚了几百万 有了钱后 大嫂又过上了奢靡的生活 但好景不长 大巨头的顶头老大 大毒物找上门 他才是三大巨头背后的大boss 说这些货是他的 钱自然要归他 就这样 几百万还没五日 就被抢走了 大嫂又开始一蹶不振 连干了好几瓶酒 女主看他这副怂痒 知道难成大事 就忽悠大嫂吃下药片 让他瞬间成了精神病 住进了精神病院 摆脱了猪队友 女主直接找到老毒物 表示要跟他混 做毒品生意 老毒物满脸讥笑 你一个弱女子能干啥 还是回家带孩子吧 女主一听不乐意了 当场露了一手 这波操作得到老毒物的认可 他立马笑脸相迎 将女主招致麾下 并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 建立一个地下制毒工厂 女主发挥他的才能 将一个破旧厂房 表面上改造成肥皂厂 然后再绕过监管部门 购买大量制毒原料 很快 第一批毒品制作完成了 为了防止被抓 他们将毒品塞入轮胎 就等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结果半道上 被缉毒警察发现猫腻 小弟当场被抓 经过一番审讯 小弟们供出了女主 接着女主被抓到警局 人赃病获 女主在劫难逃 却不料 一个律师自信地走进来 以握手做掩护 给了女主一瓶药 女主秒懂 接口去厕所喝下药 出来后 她倒地不起 口吐白沫 经过一番检查 医生宣布 女主成了植物人 而案件也无法继续调查 警方不得不放了 女主撤销案件 但警察刚一离开 要劲就消失了 女主又醒了过来 随后 女主再次返回工厂 打算继续搞钱 谁知却被告知 这里已经换了主人 原来是当地的黑帮 趁虚而入控制了员工 而女主也不是好惹的 撂下一句狠话 转身离开 然而 还没等女主动手 黑帮三兄弟就找上了门 这三个标形大汉真不是人 竟对一个弱女子动手 黑帮三兄弟仗着人多 将女主狠狠揍了一顿 接着又放出狠话 让他交出之前赚的所有钱 不然就杀了他 殊不知 三人惹了不该惹的人 第二天 鼻青脸主的女主找到朋友 搞来了一把AK47 随后来到约定地点 对着黑帮三兄弟一顿扫尸 这还不解气 女主又给了黑帮老大一把锯 让他锯掉兄弟的腿 解决完一切后 女主来到黑帮小弟面前 拿出一个袋子 里面装的是他们老大的牙齿 然后对小弟们说 想要活命就跟着结婚 带你们赚大钱 否则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小弟们都被女主震慑住了 全都败倒在他的威严下 与此同时 逃亡海外的三巨头被警方抓获 随即他便供出了大boss老毒物 很快老毒物也被抓 为了防止坐牢 老毒物买通杀手 主公杀死了要出庭指认他的三巨头 这下没了证人 老毒物大巨头和二巨头即将被释放 女主得知后 知道这三人势力庞大 留着不出 迟早是个祸害 于是便派人杀死了老毒物的女儿 狱中的老毒物得知后 悲痛欲绝 当场咳屁 很快被释放的大巨头回到家中 他哪里知道 眼前的保姆早就判若俩人 毫无防备地喝下他递过来的毒酒 就这样 大巨头也一命呜呼了 而二巨头蹲耗子期间 早就被妻子绿得一片草原了 所以根本不用女主出手 妻子把情夫全都叫来 乱吹 吹死了二巨头 就这样 毒枭们全都被解决 女主如愿地成了地下毒品皇后 但其实 女主的真实身份是个卧底警察 她来到大巨头家做保姆 是为了揪出毒品的来源 然后趁机将其一举歼灭 却不料 假戏真作成了威震四方的大姐大 本篇来自动作冒险电影《女黑手党》 是一部套路贼多的卧底黑帮体裁电影 和其他卧底体裁不同的是 主角没有刻意去维护正义形象 完全是一副敢想敢做 甚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将事情做到极致的狠人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下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